一根数据线将我们的大脑与网络相连 一时就可以操控外部设备 这样科幻电影里才会出现的画面 正在通过脑机接口技术 从梦想照进现实 近日2024中关村论坛年会 脑机接口创新发展与应用论坛 在北京举办 脑机接口能帮助我们做什么 未来发展前景如何 多位专家会后接受媒体采访进行解读 脑机接口就是把人的思维的模式 用过电信信号把它采集出来 采集出来以后把它解码以后编码 编码以后再运用我们的人工智能的方法 把它去实现代替人去完成工作 这个过程叫脑机接口 脑里想的和机器的接口去实现 我们希望它实现我们的功能 比如说中风病人 他不能说话了 但是他脑子思维还是好的 这个时候脑子想的 我要喝水我要喝茶 脑机接口就能记录它脑子上面的 他想的要喝茶的这个思维的这个电波 然后把它转换成文字打出来 清华大学长聘教授高晓荣介绍 根据采集信号位置的不同 脑机接口可分为侵入式和非侵入式 第一个技术路径就是把电极植入到大脑里面 这是有创的方法 还有第二个技术路径就是我们把电极往外退一点 退到大脑的皮层表面 但是要在颅骨里面 这个叫微创方法 就是对大脑的保护组织有一些创伤 但是对大脑本身没有这创伤 再有的就是我就干脆就是无创 直接割到头皮上 这样的话我每次使用都可以很方便的 顾孝松表示 得益于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推动 脑机接口领域近年来发展较快 因为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 然后和神经科学的结合 脑机接口这几年发展更快 它能解决很多以前不能解决的问题 我们的航天技术 宇航洋在太空中间 很多的操作 很多的一些这个通讯 都是用的脑机接口 人工智能的前沿技术 实现的安全 在医疗卫生方面 很多新的医疗的设备 比如说穿戴式的 还有在神经系统方面 像神经情感功能方面的 脑机接口它利用磁和电和信息 那个起到很好的作用 这现在发展很迅速 在蓬勃发展的同时 脑机接口也面临技术安全等挑战 距离大规模使用 还有一定距离 脑机接口 这个芯片 这个植入的时候 它植入到大脑里 它会改变人的这个感觉 不像咱们常规的 这个键盘鼠标 就是我可以随时 可以就不用了 特别是植入式脑机口 把这个芯片植入到大脑里 它有可能对大脑进行损伤 再有一个呢 就是说 写入性的这个脑机接口 一定要受到 这个很严格的这个监管 我们现在可能有些技术 能够把一些信息 写入到大脑里 但是我们人类 现在还没有有效擦除的办法 就是说我们写入了之后 没有找到一块橡皮 能够擦除 尽管在应用领域还存在短板 但脑机接口技术 未来有望深刻改变人类生活 高晓荣认为 未来脑机接口设备 可能会替代手机 如果这个脑机接口的 这个速度发展的 这个很快了 最后在元宇宙的情况下 就我戴一个眼镜 戴上一个脑机接口的 一个设备 就替代了手机 未来手机可能会消失 点字幕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